姊夫食堂,我是姊夫 大家好 今天,姊夫要分享一道大菜 百花香鮮菇甜椒 家庭宴客,過年過節 好看,好吃,好有面子 就跟著姊夫一起做做看囉 要準備的材料有 大香菇六朵 蝦泥300公克 豬絞肉200公克 水果甜椒四個 泰白粉四量 胡椒鹽調味 薑蒜泥20公克 香菇蒂切小丁 桑花香菜切碎30公克 香油四量 醬油30cc 醬汁的材料有 雞高湯300cc 蒜頭和薑切碎 水果甜椒切小丁 香油四量 泰白粉有勾芡用 四季豆切小丁 姊夫先把百花餡料做起來 先準備一個大一點的碗 倒入蝦泥 倒入豬絞肉 加一點胡椒鹽 薑蒜泥 香油 醬油 兩次帶白粉 兩次帶白粉 香菇蒂小丁 蔥花 香菜碎 然後攪拌 先攪拌均勻 再摔打至有彈性 然後就可以填入大香菇和水果膠裡面囉 撒點太白粉在香菇和水果膠上面 會讓餡料黏在上面 會讓餡料黏在上面 比較不會掉 湯匙先沾點水 把百花餡料填上去 填入餡料的時候 稍微壓一壓 讓餡料扎實一點 放入餡料 周圍修整齊 用乾淨 所以果膠也要用同樣的方式填入百花餡料 燒熱平底鍋 加一點油 香菇放進去 水果膠也放進去 加一點自製的雞高湯 鍋蓋蓋起來 大約煮八分鐘 時間差不多囉 將 原潤飽滿 先任多汁 現在來煮醬汁 薑碎和蒜頭碎 加一些自己熬的雞高湯 加一些胡椒 海鹽調味 蓋上鍋蓋 煮醬汁 煮至沸騰 太白粉調一些水 勾點薄芡 甜椒小丁 刺激豆小丁 加一點香油 讓醬汁油亮油亮 再確認醬汁的濃稠度 再確認醬汁的濃稠度 成功 白花釀鮮菇就完成囉 怎麼樣 還不錯吧 家庭宴客 过年年菜 值得收藏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留言给姐夫 喜欢姐夫的影片 欢迎加入姐夫食堂 要记得订阅姐夫的频道哦 还有帮姐夫按赞和分享 姐夫感谢你们的支持 要记得点按小铃铛 开启通知 才不会错过姐夫的更新哦 姐夫食堂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